大家好 我是面具男 今天我再给大家带来一把 就是说直刀 这把跟这把铁花 其实都是我自己买的刀 所以说我可以各种玩的 OK OKC 这是什么 我也 我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牌子 听说好像这是长廊的刀 对吧 好像是长廊的一个品牌 好像是 我不确定 我暂时称它为长廊刀 大家打开 里面就是一个这样的纸盒子 然后 这是刀吗 对去就说 OK我们看一下 整体这把刀 因为太大了 太大了 大到什么程度 我给大家拿起把刀对比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福克尼文的F1 对吧 连它翘都不如 对吧 连翘都不如 我是也是 这次也是站着给大家拍的 这个是库木的博弈 库木的博弈 大概这两个 库木的博弈 要稍微长出那么五六公分 尾巴稍微长那么五六公分 好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 长廊的这把刀 我不知道这把刀叫什么名字 OK 先看翘啊 用的是K翘 这个K翘就相对要厚实很多了 这个K翘又要厚实很多 它比那个 我上次说的这个铁滑要厚实很多 然后 它的固定方式呢 也是用了两个 两个这个固定螺丝 但是它反面的话 用的是一个 热弯的一个扣子 还挺结实啊 还挺结实 这个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然后后面的话是 也是接了一块 然后卡上了一个腰带 腰带卡槽 这个地方是穿腰带用的 这个铁滑 它是给你固定的一个 K翘的这个穿腰带用的 整体K翘做工也不错啊 然后这边是像福克尼班用的一样 用的是这种扣子 这个但是K翘不要说 我要说一下 刀在里面能感受出晃动来 OK 打开 我们把翘放一边 这个整体翘的做工还可以啊 打开我们看一下这把刀 多大 非常舒服啊 握感非常舒服 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水滴头 也可以称之 对 这个真的是水滴头了 对吧 然后这边是开有一个 通槽 叫通槽吧 或者是叫血槽都可以 用的是这种半屏幕 半屏幕 其实超过一半了已经啊 超过一半了 然后刃开的也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宽 别的地方还有什么要说的 整体整把刀 比较厚实啊 大概是用了一个多少厚的这个是 看一眼 这个看不错啊 铁花用的是四毫米的厚度 这个应该是六毫米的厚度吧 六或者 六毫米的厚度 然后 非常的厚重啊 拿在手里非常非常舒服 然后 我要称赞这把刀的是 这把刀的 手柄和做工啊 这边应该是长狼的吧 啊 这应该是长狼的刀 呃 刚才啊 刚才用的是这个 52100 上面写的是 2019 2019一啊 我也不懂什么意思 然后因为这把刀是一个 一个刀友出给我的啊 还是很便宜的价格出给我的 我个人因为非常喜欢52100这种炭钢 所以说我毫不犹豫的就收了一把 怎么说呢 用的是黑色图层 这把刀 最让我称赞的地方有两点啊 先说第一点 刀柄 整体握持起来超级舒服 啊 不管是任何折刀都比不上的舒服 嗯 我握过青旗兵啊 握过疯狗 握过那个 巨南啊 我觉得巨南的刀可以和这把刀 就是说相提并论一下 对吧 就握感而言 对吧 我青旗兵我握着的话 其实他的前面是有点空 后面是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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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啊 这边有点大 他这边有点有点窄 这是我握青旗兵的感受 巴斯青旗兵 但是我握疯狗的话就是那种 握不实的 能握实啊 但是就还是稍微 饼稍微有点厚的那种感觉 而这一把刀啊 我握上真的就是正好和正好符合我的手心 正好符合我的手心 包括有这个 可以有这个前指槽啊 这点也是方便你的去精细 精细切割的时候也是比较好用的 然后他的这个刀柄呢 给你设计的是一种 一个纺锤型的一个刀柄啊 就是说 中间厚啊 这边有个减薄 然后最后又变厚啊 又变厚 这种的话就是 是你的抓握感会非常好啊 抓握感会非常好 然后 嗯前面的话 这边是有一个类似于护手的这个设计 对吧 啊你的不至于你在穿刺的时候 这边会手会划到刀刃上 然后后边的话是一个勾状的设计啊 就是说你在大力劈砍的时候 他可以勾住你的小拇指 防止就是说你的你的刀子脱手 啊并且这边还有一个维生孔 这个维生孔 其实就是绑一个安全绳用的啊 拴到你的手上 防止就是说你在皮砍中刀飞出去 对吧 唉真的是非常喜欢这把刀 然后我要说一下这把刀的价位 200 200几 260块钱 反正不到300块钱 对吧 你敢信吗 国产做工已经真的到了 这么好的地步了啊 260块钱 这个刀柄类似于胶柄啊 类似于橡胶柄 嗯 感觉它的感觉还要比这个 它的表面处理还要比这个FKF1 这个 这个刀要舒服啊 然后 我握持起来吧 就感觉 唉非常想砍东西 知道吧 就非常想砍东西 非常想搞破坏 并且会非常放心 拿着这把刀 真的是设计的超级棒啊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是不是原创或者是仿的啊 且不论正品房品啊 就200块钱 你能拿到一个52100缸的这个 这个刀啊 即使它不是52100缸 它是什么 对吧 918呀 或者是什么国产第二啊 都可以啊 无所谓 真的是无所谓 因为大刀的话 它不会 不是特别吃钢材啊 它不像小劲刀或者是 呃折刀一样 它要特别吃钢材对吧 就是说你钢材必须得用的好一点 对不对 否则的话 它不会耐腐蚀 不会各种各种情况 保持性不高啊 你要经常打磨 这个不会啊 这个就是让你来用的 你不会说谁天天抑着这个东西去把玩吧 对吧 这个就是让你去用的啊 即使它用的1095 或者是炭眼光 我也非常乐意去买这个单 因为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 对吧 可能这是个二手价啊 它的原价我不知道多少啊 反正也不贵 反正我 我是花了260块钱拿到的 并且包邮 披砍起来超级舒服这把刀 肯定是 还有一个地方啊 第一是第一称赞的地方是这个刀柄 另外一个地方其实就是这个刀片 这个刀片怎么说呢 两边做工啊 居然是对称的啊 居然是对称的 这么便宜的刀啊 它居然做到了对称 并且清跟对称 并且清跟对称 并且开刃对称 我只能说这把刀真的是非常喜欢 尤其是这把刀的握杆和做工 大刀一般比较差 做工比较差 尤其是国外的一些刀啊 但是这把刀我拿到之后真的是让我震惊了一把啊 因为国产刀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的话 确实 做的做成这个样 与我很多年前去玩这个国产刀 有着天差地别了已经 对吧 并且如果真是52100钢材的话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把一个一个韧材了 这是炭钢里面我比较喜欢的了啊 对吧 炭钢里面对吧 A2 另一个是O1 另一个就是这个Y100 这是我最喜欢的三种钢材啊 炭钢炭钢刃 对吧 哇这个皮砍起来真的是太爽了 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一款这个 呃 枯木啊 枯木这个夹钢博弈 这个也是价格很低的 对吧 这是夹钢啊 两边是不锈钢 中间夹的是这个 呃 T10应该是啊 T10或者是1095啊 基本上类似于一个东西啊 炭钢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啊 它不像粉末钢一样啊 你做不了 炭钢都可以做 这不是什么秘密啊 用的是我这款用的是一个乌木饼啊 卧槽 卧起来真的是太爽了 啊 枯木的枯木的夹钢博弈 这把好像也就也就当时也就订的七八百块钱 我忘了具体价格了 对吧 但这把刀还要便宜啊 拿到这个52100这把好像260 啊 还要便宜 这两把刀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两把 大刀了 因为和我很少收这种大刀的 因为我收过来几乎不会出再出了 为什么 因为出不去 对吧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哎 还是喜欢大刀啊 我还是很喜欢大刀的 虽然之前就是说强迫自己去把大刀都解读了 对吧 当时 但是后来 随着时间推移啊 慢慢还是会喜欢 对吧 因为直到我喜欢 喜欢的或者是收的都差不多了 还是要玩点其他东西吗 对吧 很舒服啊 很舒服 刀饼握起来 包括牛刀饼去撒东西也好 怎么样也好 都会非常放心 切东西也是 这个握持感觉 真的是绝了 好 ok 那今天这把长狼的不知名的刀啊 嗯 我暂且称它为长狼大直吧 如果有有认识它的刀友的话 也可以到时候在我的呃弹幕或者是评论区留言啊 因为我很少去要求要求就是说这个观众去这样做啊 因为我我做视频对吧 从来不是为了这些东西啊 只是这个东西我真的不知道它叫什么啊 因为我也没有长狼的微信也没有长狼的群 对吧 最后我不了解这个产品啊 真的是很很很多年没接触这个直刀了 对吧 所以 有喜欢的话 呃 或者是有了解这把刀的话 还是希望就是说能跟我说一下这把刀的名字 好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儿啊 给大家摆一个 那我们大概应该还有两期这个直刀啊 我才会继续做这道的视频 好结束